12月12日开始,二十日结束为期十天的季前赛从来也没有成为过球迷关注的焦点 但今年的季前赛,联盟为了圣诞大战的预热,提前就备好了开胃大餐 洛杉矶双雄开赛前三天就被安排了两场对阵,可谓吊足了球迷们的胃口 我是尤尼哥,讲述有关篮球的故事 休赛期洛杉矶双雄动作频频,志在未免的胡人和试要冲击总冠军的快船 两队之间连交易都要整个高下 内线方面,快船失去哈雷尔,但伊巴卡的加盟填补了空缺 奥图卢和肯纳德的加盟也给了快船灵活的机动空间 胡人这边两位超级第六人,施洛德和哈雷尔直接升级替补戏 冠军中锋加苏尔和优质3D马修斯的加盟,更是直接影响了两队之间的天品 如今各队的补强还没有结束,快船和胡人还在积极寻求最后的机会 今年的休赛期也极为热闹 各种大合同的诞生,还有球队之间的名争暗夺 但一个现象尤其明显,内线球员的合同金额都相对较低 除了塔托姆,米切尔,福克斯等 本赛季能拿到顶星合同的内线 只有大前锋线的阿德巴约和还没有续约的浓眉哥,字母哥 而在中锋这块,各队更是鲜有富出 这些都和目前联盟的小秋风有关 西部的绝金,东部的七肉人 两支都是为数不多的以中锋为核心的强队 而两支球队的这几个赛季都是豪强 但距离总冠军含有距离 从勇士夺冠开始到上赛季的猛龙 本赛季的胡人 夺冠的球队中,甚至竞争总冠军的球队中 都有一名甚至更多的顶级风险和危险 而在越来越精准的三分之下 内线移动缓慢的中锋 也成为了各队逐渐放弃的防守策略 被国王底薪签约的白鞭 加盟火箭的考新斯 这些如果放在勇士夺冠前的年代 他们的作用和价值也不至于这么低 从上世纪末的得内线者特殿下 到四大分位闪耀联盟 从水花兄弟横空出世 到如今詹姆斯领衔的攻防一体的风险球员 联盟又将进入一个以攻守转换 以灵活多变的全能风险时代 而继前他的两支联盟顶级风险球队的对决 就是下个赛季群胸逐鹿的总体气调 12月12日NBA再见